张静和蔡少芬已经结婚11年了,两人在参加早期的鲁玉有约时,曾在节目组展示一段结婚的视频。那是2008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婚礼,婚礼上的张静和蔡少芬幸福又激动。在张静宣誓时,蔡少芬忍不住落泪,随后张静也幸福地落泪。 确实,当年蔡少芬作为香港当红的花旦,嫁给还在打拼阶段的张静,一度引发不小的热议度。而其中一部分声音是说蔡少芬这是典型的下嫁,嫁给穷小子张静。因此会有网友感到意外,觉得两人无论是名气还是财力,都不匹配。也因为当年不少的质疑声音,考虑到这些不太友好的评价。 张静和蔡少芬才选择在香港举行婚礼,而不是在老家重庆举办仪式。然而儿子和儿媳的诸多顾虑,却仍然没有消除张妈妈内心的遗憾,以及不平衡。 最新一期的《我最爱的女人们》中,张妈提到了当初儿子大婚时,自己非常不满意和不高兴。直言内心十分不平衡,张妈说儿子结婚,为何自己不能办婚礼呢?张妈很激动地感叹, 自己儿子结婚。无论婚礼办得好与不好,只要是自己家里尽心尽力就可以了。而自己又不是办不起,又不是吃不起饭,不需要低声下气的。 看到老妈这样激动和介意婚礼问题。张静也跟陈法荣说自己当初就是考虑到不少报道中不太友好的评价。 怕伤害到父母的心,处于保护的目的,才选择避开在老家举办婚礼。 而张妈听到张静说到昔日那些不太友善的评价,情绪也是一度再次激动起来。直言自己看到报道中写自己儿子是替身,穷得不得了等就会非常非常气愤和介意。 是的,很理解张妈的心理。自己儿子当初虽然名气不高,但也不是穷得不得了。而且张静早年做替身,也是一份辛苦而又很不易的工作。 某些人就是喜欢酸,看到张静娶到名气更大的菜少分。张妈自然心疼自己儿子被人这样评价,也很介意明明逝取儿媳,却不能在老家举办婚礼。 换言之这对老人来说,是很没面儿的事。本来家里娶媳妇风风光光热热闹闹,结果就因为某些不友好的点评。让张静不能在老家举行婚礼一事。所以,一直记着这份遗憾和委屈。张妈决定在自己60岁大寿那天,让张静和菜少分全都出席。张妈说自己就是借着60大寿的机会。等于让儿子儿媳在老家补办一次婚礼。 可见张妈,是有多在乎张家这门婚礼仪式,哪怕这仅仅只是一个仪式而已。张妈一直很激动地在说婚礼的往事,气氛是有点尴尬和小小紧张的。 当听到婆婆说到接着自己60大寿让儿子儿媳补办婚礼时。菜少分此时机智地跟陈法荣解围道,对,我们那个生日办得很厉害。就像选美的感觉,好厉害。 蔡少分如此打趣地解围,张妈瞬间就乐了。一直笑着开心地望向儿子张静,气氛算是彻底地被蔡少分调解过来。 而最后蔡少分又说了一句,摆了久了,没事了。蔡少分这一句话总结说完,关于婚礼未办的讨论,就此结束了。 首先必须感叹蔡少分作为儿媳的情商,当婆婆一直诉说未给儿子办婚礼的委屈。不甘和无奈时,她一直静静地听着。 虽然婆婆倾诉的途中,蔡少分一直为说话宽慰。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,蔡少分得知婆婆当初的建议和想法时,内心也是很触动的。 所以她一直在想如何更好地宽慰婆婆,就算中途张静劝说张妈时,蔡少分也未曾插话。 终于等到婆婆提到自己受宴,提到补办婚礼的过程时,蔡少分才借此机会幽默机智地化解,成功宽慰婆婆。 让婆婆开心,也在好闺蜜陈法荣面前给了大家一个小小台阶。 另外蔡少分作为儿媳,很懂得如何做好协调的位置。 节目中几次展示出蔡少分的高情商,比如张妈妈见到张静莹想念落泪。 还拥抱在一起,蔡少分只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或是悄悄地递纸巾给婆婆擦泪。 她不打搅丈夫与妈妈的那份天然的亲情团聚,也不去过度地宽慰婆婆。 懂得让婆婆适度地释放情绪。 而且在与婆婆相处时,蔡少分也懂得尊敬和距离感。 尤其是这次面对婆婆内心极大的不满时。 她一直在思考需要在什么时候发表意见,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时间点。 才会让家庭不太美好的因子化解掉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